这里的蜂箱被悬挂在几米,甚至几十米,几百米高的崖壁上。 蜂农取蜜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 盐蜂蜜有许多特殊的功效。 为确保蜂蜜的营养,这里仍用传统的波茎过滤加工。 来自贵州洗水县的独特物产盐蜂蜜。 盐蜜剧文,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这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汽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叉河原始森林。 保护区内不仅有许多珍贵稀有的植物资源, 还有一种独特的物产,盐蜂蜜。 盐蜂蜜的独特之处在于,蜂箱大多被悬挂在几米, 甚至几十米,几百米高的崖壁上。 蜂农取蜜时,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 之所以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是因为盐蜂蜜有许多特殊的功效。 在自然保护区大约行进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我们在路边发现了这辆车, 你看,多明显的三个字,盐蜂蜜, 而我们要找的就是他们家超级, 因为听说他们家是当地的养蜂专业户, 也是一个大户。 超级的主人,徐亚超,三代养蜂, 是鸡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最大的养蜂蜂。 您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在做这个蜂箱。 那做这个蜂箱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这个做蜂箱呢, 特别是讲究这个材料, 我们都是用这种沙漠来做。 用的这个沙漠来做的蜂箱呢, 蜜蜂就比较喜欢在这种有香味的, 这个乳鸟筒里面像这样, 它就会在里面安家。 蜂箱的形状大多为长方形, 但有新式和老式之分。 这种就是老式的那种蜂箱。 老式蜂箱是从侧面打开的, 通常里面不放置任何东西, 蜜蜂会把蜂巢住在箱壁上。 新式的就是什么样的? 新式的就是像这一种呢? 在新式蜂箱里, 放入了一个个小框架, 蜜蜂就会在小框架上筑巢, 这样去蜂蜜就比较方便。 新式蜂箱相对老式蜂箱要小些, 一则方便携带, 二则方便管理。 现在正值蜂蜜季节, 记者跟随徐亚超夫妻, 体验了一次采颜蜜。 你看嘛,那边。 哦,就是那几个是吗? 哦,对对对。 那这三四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家的? 就是啊,基本上都是。 在马路两旁嘛,都很多, 有些还在那半山上的。 保护区内的公路边, 沿路有许多挂在崖壁上的蜂箱。 哎呀,蜂箱就在这上面, 你看嘛, 那个树主在那旁边, 悬崖上面。 是那棵树对不对? 那棵树旁边那几个蜂箱, 都是咱们家的? 对对对。 到达悬崖, 要爬一段十梯。 我没想到, 为了采个牙蜜这么艰难啊, 你看, 那个蜂箱在上面, 而我们走呢, 只能走这么一条路, 而且仔细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这全部都是青台, 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小心。 由于连续下了几天雨, 山路特别湿滑, 爬上十梯, 还要经过一段, 从崖壁上开凿的小道。 小道竟能容一个人慢慢疼过, 脚下就是几十米高的悬崖。 你看吧, 我们上面那种, 还是我老爷爷那一辈, 那这种蜂箱。 这个蜂箱有多少年历史了? 这个最大一百多年了。 那是个蜂箱古董呀。 穿过崖壁上的小道, 眼前豁然开朗, 高高的悬崖下, 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 崖壁上一字排开, 挂着十多个蜂箱。 每只蜂箱上都有名字, 表明属于不同的主人。 崖壁上一排人工开凿的小孔, 特别醒目, 是用来放置蜂箱的。 许多小孔是上辈人留下来的, 有的甚至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里的老百姓, 为什么要选择, 在悬崖壁上放置蜂箱呢? 主要就是对蜜蜂的有舒适的环境。 它这个飞机飞出, 这个光线好, 它就染出来的蜜蜂箱很好的。 二一个呢, 它又可以防止蚁兽, 像什么蚁柱呀, 如果你把这个蜂箱安在矮的地方, 它会把这个蜂蜜会吃掉。 通常, 牙壁上的蜂箱会放置在不易被雨淋到的地方。 为了便宇拍摄, 徐亚超选择了一个放在牙壁下的蜂箱。 刚靠近蜂箱, 还没穿戴好防护手套和帽子的记者, 就被蜜蜂遮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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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遗憾就好了。 今天在天气下雨嘛, 它说你来取它蜂蜜, 它就要自己保护嘛, 保护自己嘛, 不让你来采达的蜜嘛。 真的啊! 如果是气候好, 它就不会产生这样的。 天气好, 它自己去采蜜。 那师傅说到下雨的时候, 它的攻击效果要强一点啊, 就是啊, 好疼,好疼。 还有呢, 主要是可能生人, 它没有闻着你这种气味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经常在走, 它都不会一般它不会接人的。 这两个都是什么工具啊? 采蜜的工具。 这个就是装蜜的这个桶啊, 采这个蜂蜜的这个木桶。 诶,这个是什么呀? 采蜜要把这个蜂槽割下来的。 那行,那两位采蜜, 我这儿在旁边先休息一下, 你看我这手瞬间就肿起来了。 会肿啊, 可能以后还要再肿是吗? 这是一个新式方向, 是从上面开盖的。 在随后的几次采蜜中, 徐亚超几乎都不戴帽子、 手套等防护工具。 看来,蜜蜂跟它已经是朋友了。 虽然如此, 徐亚超拿蜂巢时, 仍是小心翼翼。 你看嘛,这个就是蜂蜜了, 这上面的这一层。 你再用这个蜂蜜, 抹一点在干海蜜蜂追的地方。 抹在这儿啊? 它有消炎的作用, 它可能一会儿它就不会肿掉了。 你可以尝一下。 这个蜂蜜跟我们普通吃的不太一样, 就是我一般吃那个蜂蜜, 我觉得口感就是特别甜, 甜腻甜腻的。 但是这个甜啊, 有一点那种花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还不是那么甜。 它是山山的山花, 五乳柴才花, 所以它的甜味不是很甜, 全是这个中草油的那种花香味。 那您经常取蜜有没有被遮过呀? 这个肯定是这个, 它难免你有时候取这个草的时候, 把蜜蜂的伤到它肯定会追人的。 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追人的, 它只要闻着我们的这种味道, 它就不会追人的。 目前, 在三茶河地区的蜜蜂, 全是野生的, 还没有人工养殖。 由于蜜不多, 徐亚潮把蜂巢又放回了蜂香。 汐水国家企自然保护区, 属于丹霞地貌。 有许多裸露的悬崖和岩石。 这些地方, 也成了蜂香的最佳放置点。 在保护区密林的崖壁上, 徐亚潮放置了几百个蜂香。 但由于比较分散, 巡视一圈通常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在一架梯子前, 徐亚潮停了下来。 在山里, 蜂香放置其中的区域, 经常可以找到梯子。 有的是徐亚潮的, 有的是其他养蜂户的, 可以相互取用。 但, 这一项的蜜仍然不多。 由于近期多雨, 影响了蜜蜂的采密。 徐亚潮看上去, 有些失落。 西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贵州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的蜜蜂属于中华蜜蜂, 俗称土蜂。 这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 有七千万年进化史。 中华蜜蜂不仅酿蜜, 更重要的是, 为众多植物受粉。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保护区, 是让它这个完整的生命生态系统。 如果说我们这个区域离开了这种蜜蜂, 其实也是很难延续下去的。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植物资源, 它都需要那个中华蜜蜂对它进行受粉, 然后这样子传播。 它这个植物才可能正常的繁衍生长下去。 中华蜜蜂起着生态作用, 中国许多植物繁衍下来, 中华蜜蜂功不可没。 西水自然保护区有充足的花园, 已经查明的植物种类有两千三百二十七种。 其中中草药就有六百多种, 而且多数会开花。 中草药花园是保护区内的盐蜂蜜, 具有特殊的品质和功能。 加上保护区地处偏僻, 大多为原始森林, 使盐蜂蜜的蜜园至今未受污染。 徐桂桃也是当地的一个养蜂大户。 趁着阴雨天气无法采逆, 他准备去安装一个蜂箱。 由于中情盐蜂蜜的人越来越多, 近几年, 他每年都在增加蜂箱的数量。 我看这已经写上您的名了, 徐桂桃, 那这个蜂箱里还有什么东西啊? 里面有工具, 按蜂箱的工具, 里面还有一块蜂蜂。 那用这个蜂蜂主要是做什么呢? 就是涂在这个蜂箱上面, 引诱了个蜜蜂过来做潮渣的。 放置前, 需要在蜂箱内涂上一层蜂蜂, 因为蜜蜂喜欢蜂蜂的味道。 这是一个老式蜂箱, 徐桂桃习惯使用老式的。 到蜂箱的安放点, 还要走一段山路。 这没路的地方, 你们也要在这选择把蜂箱装上去吗? 这个还算好走的。 还有比这更显的? 比这更显的。 就放这儿吗? 嗯。 徐桂桃从崖壁下搬出了一架坯子。 在保护区的许多崖壁下, 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坯子。 那平时都是您一个人就是这样装箱吗? 如果是想远一点啊, 如果危险一点啊, 我们会几个人邀在一起去换蜂箱的。 像一般的, 我一个人都没事的。 眼前这点装蜂箱的活儿, 对徐桂桃来说, 是小菜一碟。 果然, 没多大一会儿, 蜂箱已稳妥地安置在压壁上了。 一场大雨过后, 天终于开始放晴。 徐亚超又出发去采蜜了。 诶, 这好像都是你们家的蜂蜜啊。 你看, 这是超级, 超级, 那是不是我们这几个蜂箱现在全都有蜂子, 全都可以采蜜啊? 诶, 都可以采, 因为这段时间都是采蜜的季节吧。 到达雅壁下的蜂箱, 需要爬上一个小坡。 由于曾被蜜蜂遮了一次, 记者提前穿戴好了防护装备。 徐亚超点燃了一把随身携带的艾草。 哇, 好香啊!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叔叔的艾草, 就是要蜜蜂先把它熏一下, 然后取蜜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么的乙性了, 取蜂蜜的时候就方便一点。 这是一个老式蜂箱, 需要从侧面打开。 放置蜂箱的石台, 是一个废弃土地庙的祭台。 由于这里干燥又通风, 采光好, 现在成了徐亚超的一个蜂箱放置点。 你看, 今天这个蜂蜜很好。 这种老式蜂箱, 它这个蜜, 它就是自己做的草, 它就在这里面。 我发现这个老式的蜂箱和新式的真不一样。 对对对, 老式的, 它全部都在上面做草。 你看嘛, 这个上面呢, 裹出来全部就是? 白色蜜。 看到没有? 哇! 全是蜂蜜。 看着这一滴滴的蜂蜜, 我现在都在流口水。 好香啊, 这个蜂蜜。 对对对对。 我们都说粒粒结辛苦啊, 我觉得这一滴滴的蜂蜜, 都是凝结着小蜜蜂的辛苦。 那如果像这个一个蜂箱的话, 能产多少的蜜啊?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取个二到三十斤左右吧。 好的时候还可以取到四十多斤的。 那如果是不好的时候呢? 不好的就是有时候五斤啊, 然后七八斤啊, 头四斤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呢, 全靠是靠天吃饭。 哦, 那今天咱们就把这二三十斤蜜蜜, 基本上都取完了嘛。 呃, 不能全部取完, 要给它留一部分在里面, 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蜂仔啊, 蜂蜂啊, 它要, 有些要吃蜜和花粉, 它才能成活下去。 今天的收获不错, 徐亚超紧锁的眉头, 也梳着开了。 在近邻保护区的三叉村, 徐亚超夫妻开了一家盐蜂蜜专卖店。 为了让记者对蜂产品有一个感性认识, 小梅拿出了一块蜂巢。 花粉在这中间部位, 蜜就在这上面的部位嘛。 这个下面就是蜂椒嘛, 像这种就是蜂椒。 蜜蜂的蜂巢全身都是薄。 这是小蜜蜂用脚带回的花粉, 酿制的蜂花酒。 这是用蜂椒泡制的蜂椒酒。 最重要的自然是野生的盐蜂蜜了。 我在这儿还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啊, 你看这儿, 这写的是野花蜜啊, 打开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里边全都是小蜜蜂, 那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蜜蜂啊? 不是,我们这山上附近啊, 还不是盖了很多蜂香嘛。 小蜜蜂的它嗅觉很灵敏嘛, 它就闻到这种蜂蜜的味道, 它就来采蜜嘛, 它把蜜又采回去。 我们把它取来了, 它闻到这种, 它又把它采回去。 在当地,蜂蜜还有许多功用。 许舒兰的家在自然保护区内。 她有一道用蜂蜜做的拿手菜。 通常用的蜂蜜都是当天取的。 咱们家的蜂蜜在哪儿啊? 在咬皮上。 我怎么看到, 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是原来 是不是有人种过的药物啊? 有,一些, 我教嘛, 这就是。 您说您家原来就在这儿啊? 对, 在这里嘛。 我看这儿有一个灶台, 这肯定是原来厨房就在这儿。 煮饭吃的嘛, 这个就是煮饭吃的。 这个是干嘛的? 做碗筷的。 就碗筷原就放在这个里面。 对,放在里面。 许淑兰搬离崖陛下的这个家, 已经三十多年了。 这就是咱们家的蜂蜜吧? 对, 就是我教的嘛。 这个蜂蜜离家好近啊。 很近嘛, 我要用的时候就方便嘛, 搞菜的时候, 选取选用。 许淑兰有五六十个蜂蜜, 有一半在家附近。 主要是为了平时做菜, 取用方便。 不一会儿, 他就从蜂蜜里取出了一块蜂蜜。 许淑兰是仍住在保护区内的农户。 近几年, 随着游客的增多, 许淑兰开了一个农家乐。 小汤馆的经营和养风, 是许淑兰一年有近十万元的收入。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烹, 蒸, 菜终于出锅了。 虽然这个桌子上只有这么一道菜, 但是闻起来特别的香。 咱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 美菜扣肉, 我们当地叫的是咸菜扣肉。 由于产蜂蜜, 当地许多本来加白糖的菜, 现在都换成了加蜂蜜。 他叫张智能, 来自浙江。 2008年开始, 张智能就从事农产品的贸易。 蜂蜜是他经营的主要产品。 依次偶然的集会, 他知道了这款藏在深山里的盐蜂蜜。 于是千里迢迢, 慕名前来。 您怎么这么钟情于这个盐蜂蜜啊? 因为这个盐蜂蜜, 它所的这个蜂种不一样, 它是一个中华小蜜蜂, 它喜欢飞往它离蜂窝到15公里之外, 都可以采蜜。 它采的蜜就是, 山林里面的各种雅花, 譬如说有中药材, 反正一年世纪的这个最好的花, 把所有的这个大森林的精华, 全部聚集在一起。 中华小蜜蜂, 那是不是除了这种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蜜蜂啊? 有, 另外一种蜜蜂就是, 叫做易蜂, 就是说意大利蜂, 它的就是采蜜方式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它是哪里花开, 就搬到哪里, 油菜花开, 就搬到油菜花旁边, 橘子花开, 搬到橘子树那里, 它只有在一公里之内在采一些蜜蜜, 它一年可以采到七到八次, 这个悬崖蜂蜜呢就不一样, 一年只能最多只能采两次。 易蜂通常以流动转场的方式养殖, 而中华蜜蜂, 则必须在山区放养。 那么, 盐蜂蜜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 我们平常看见的普通蜂蜜有很多, 譬如说, 菜花蜜, 羊华蜜, 枣花蜜, 琵琶蜜, 但其实蜂蜜的功效都很好, 譬如说, 这个油菜花蜜, 它的功效有点润肠, 排便, 排毒, 这个是一个羊华蜜, 它能扩张血管, 防止动脉硬化, 但我们这个盐蜂蜜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它的含糖量是为零的, 可以这么说, 那些山高的, 血脂高的, 它都可以喝, 普通蜂蜜它有含糖量, 有百分之几的含糖量。 由于摄取百花之精华, 盐蜂蜜中含有众多人体所需的元素, 这是普通蜂蜜无法比拟的。 由于天气晴朗, 又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徐亚超打算, 去看看更高更远处的蜂蜜。 蜂蜜的所在地, 目测高度近二百米, 但这还不是徐亚超最高的方向。 上山的路是徐亚超以前开辟出来的, 有些地方因好久没走, 又被杂草覆盖了。 到了山顶, 徐亚超熟练的开始做前期准备工作。 这次采密, 徐亚超带上了钢丝绳和麻绳。 他把钢丝绳固定在一棵大树上, 然后用麻绳把自己捆扎牢。 不断飘落的碎石和落叶, 时刻提醒着我们,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在悬崖峭壁上, 一张曲蜜, 稍有不慎就会跌下万丈深渊。 因为曲蜜的艰难, 也使颜蜂蜜显得更加珍贵。 市场价格不断攀升。 这样的曲蜜方式, 徐亚超家已经沿袭了三代。 他希望小儿子长大后, 能继续传承下去。 来吧,蜂蜜。 看到了,看到了, 我好大一块。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番努力, 徐亚超取到了珍贵的盐蜂蜜。 辛勤的劳动终于有了回报。 徐亚超目前仍采取传统的加工方法, 制作蜂蜜。 把带蜜的蜂巢切成小块, 然后用波及过滤。 不经过高温浓缩, 深加工, 以确保蜂蜜的营养。 目前, 在三茶河村, 有近二十户村民在养蜂。 虽然盐蜂蜜具有优良的品质, 但由于产量不高, 加上溪水三茶河地处偏僻, 外人知之甚少。 经过实地考察, 张智能打算把未来工作的重心, 转到盐蜂蜜的推广上。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让这款特殊的蜂蜜走出大山。